就是雲端上面 雲端裡面的話包含就是我們上課的那個影片是在論壇 那我們的講義在雲端白板裡面 所以呢論壇裡面打開啦 其實這邊的話點開來就是這個網址 禮拜他們同學有加入啦 那就會有前面幾次的上課 包含上個禮拜的 然後還有第1次第2次一直到我們上個禮拜第6 所以今天應該算第7次上課了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課程其實已經算是 上一半的OK 所以喔 再來後面的課程難度可能會 相對的會越來越提升一點啦OK 所以呢如果假設你前面的部分呢 還不是太熟悉的話那可能就是在花點時間 把那個 上個禮拜或者前幾次上課的練習 再把它複習一下 那我們的範例基本上就是 跟我們課程的名稱一樣 反正就是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函數喔 可以解決 某個範例裡面發生的問題 那當然如果你不會的話啦 變成你要突發 像黑名單篩選好了 比如說我們黑名單篩選喔 假如呢 你要篩選兩個範圍 因為它有一個範圍是一個範圍是在那個 第一個工作表 一個範圍在第二個工作表 那如果兩個範圍你要比較一下到底他們有沒有 沒有一樣的地方 那以前的話當然喔 你如果不會用康尼服的話 你變成說你要用人工 你要眼睛看啦 其實眼睛看 真的我發現 還是有人喔 每天在比對資料的時候喔 欸就是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然後呢 這邊切來切去切來切去然後找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 雖然也可以找得出來了 可是第一個你會容易找錯啦 你不會正確 而且 你一定會非常沒效率 還有啦 我的 應該你們都有這樣的經驗 這樣比喔 其實你 看資料就看得很不舒服 而且那個字那麼 有的時候字不太大 看得其實蠻累的 而且我覺得蠻傷眼睛的 所以呢 如果假如說你要用比較精確有效率的方式 去比對 兩個範圍資料到底有沒有一樣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康尼服啦 OK 康尼服的話 其實這個函數相當重要 那其實康尼服啦 你可以把它視為 有點像兩個函數結合在一起 一個是康尼 康尼是算 什麼東西的數量 那一服的話是如果什麼條件發生的話 有沒有 所以其實它是 有點像是兩個函數 的一個 怎麼講 結合的 之後的產生的另外一個函數 那所以同樣的方式喔 如果將來你要計算喔 加總的話 其實有所謂的 三一服 OK 就是把康尼換成上 sum的話 那就是 加總 如果什麼條件下的話 再幫我加總 那另外的話如果你要算什麼平均的話 也有這樣 Average一服啦 所以你以後看到 很多函數後面的可能會加什麼什麼一服 那就表示說呢 他要做那個前面的動作 是因為後面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 才會去做 OK 所以這方面的函數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如果假設 你會其中一個 後面其實 很多的方式都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因為函數相當的多 那你不可能每一個都知道 那如果不知道 沒關係啦 反正有的時候 你只要懂得那個使用 函數的一個 邏輯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大概 看一下他的參數 或者甚至把說明上面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你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我發現很多他有共通性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 除了利用康義服上禮拜用這個之外 另外用一個方法叫篩選 有沒有 篩選的話其實蠻常用到 篩選其實就是 幫你查哪一類的資料 幫你留下來 所以我們總共出現0跟1 那如果你要留下1的話 那用篩選最快 當然你可以排序啦 不過排序 缺點就是說資料 再亂掉你要重新排回來 有時候排不回來 因為像這個資料沒有編號 如果沒有編號 有編號你還可以重新按照 編號重排 可是如果沒有編號的話 哇那麻煩的 你就排不回去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用篩選 會是 會是最好的 那再來就是說那個名稱的話 我們有定義一個名稱 叫黑名單啦 為什麼因為如果 沒有定義名稱的話 那其實很容易 這個範圍 其實你將來 公司會很漏長 而且要加那個錢的符號 那再來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假如要把 同樣的動作 重複再做的話 其實 每次都要做一遍 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上禮拜又加上一個 叫錄製劇 把那個劇 錄下來 那當然就是你先把那個動作 整個再做過一遍 然後呢 把他動作錄製下來 那其中包含就是 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那尤其是鍵盤的動作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你如果要選整個範圍的話 那我 我跟各位講說你一定要記得那個什麼 控制度向下 有沒有 那他才會選到下面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呢 錄完聚集之後 可能還是要注意就是要加上註解 因為如果你沒加註解 你將來會看不懂你到底錄了什麼 比如上上個禮拜錄的 你今天打開了 我想你應該都都忘了你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像上個禮拜這個 因為我們有加了那個註解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邊有1到8 上面其實每個動作每個動作 你都會知道 原來我游標 要點選哪一個工作表的時候 他錄下來就是利用這個 蓄詞 蓄詞就是蓄詞物件 那哪一個工作表 查詢名單 點slate的話 有點像這樣點一下 點過來 點過來就是剛剛那個動作 然後游標放哪個儲存格 Range B2 B2就是放儲存格 放在B2的儲存格 B2儲存格就是這個 然後把公式輸入上去 就是 他會產生 如果有一個選舉動作 就會有一個active sale Active是目前 就是有點像滑鼠放在哪個地方 Sale是儲存格 所以Active sale就是你點的這個地方 所以Active sale 其實指的就是哪裡 其實指的就是 就是B2嘛 所以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是一模一樣 這兩個指的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從 其實 你可不可以把 這個Active 如果你不寫Active啦 其實說真的 你看啦 你直接寫這樣可不可以 直接寫這樣也可以啦 這樣可不可以 他也可以啊 所以啊 其實如果你要省略的話 你這一行都不用 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就是那個啦 我不用再點了之後 再告訴他說 就是那一個 OK 那其他的話就是 上個禮拜都有講到 如果 細節部分 因為 講過了 所以我就 這個 就重複講 OK 那八個步驟 那最後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錄下來聚集有八個 太複雜了 所以好像我們 最後有講了一個 就是 如何把八個步驟 精簡成三個 有沒有 八個變相對簡單很多 至於那個過程 就是 上以外應該最難的部分 但是我是覺得也是最精華啦 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懂得 錄製聚集又懂得精簡 聚集的VBA程式的話 那你以後寫出來程式 我覺得應該會 更 怎麼講 光自己看都覺得很舒服啦 有沒有 這麼多 變成只有三個 三個其實就是三個 一個是 用康宇甫先查完 查完之後再篩選 篩選之後再把資料複製過去 有沒有 123 這樣很簡單 將來這個 程式我覺得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除了可以用那個什麼資料比較之外 這是如果你要做一個簡單的查詢資料的系統 查詢系統的話 其實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查完資料幫你把結果放在某個地方 OK 好啦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那最後好像我沒有做做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畫面更新關閉 因為他會有那個閃爍嘛 所以我如果 如果不希望他畫面有這樣閃爍的感覺不舒服的話 那最後我加了一個Application 點ScreenUpdating有沒有 把它關掉就是等於False 他就畫面不會更新了 OK 所以啦 最後的話 其實Run一下 這個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複習一下 所以按一下這個 這個是 錄製劇 有沒有 他會 跑一下 好像後來我們就是把 所以他跑得比較久一點點 有沒有 出來了 跑個幾秒鐘吧 那這個是黑名單篩選 那他好處是不會 畫面不會一直閃爍啦 OK 好那上個禮拜就是 針對這個範 範例做一個說明 如果剛剛我提到的部分 假如說呢 你有些地方還不太清楚啦 可能回去自己再花時間 影片的話 全部 都在 這個底下這個連結 OK 你把它點下去啦 打開就是上個禮拜 總共有 七段影片 你回去的話 看哪個部分不熟 你就把它複習一下 如果通通不熟 那就從頭看一下吧 OK 那 YouTube應該很方便 我發現現在有這個東西 很方便 現在手機上都可以看嘛 所以如果你搭車實在無聊 你可以複習一下 不過我發現 有沒有 這麼認真嗎 如果你很認真 隨時都在看的話 我想你 沒有學不會的 OK 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去來看 所以這個的話 就上個禮拜 講到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其實還有關那個什麼 康尼福 其實還有 其他的第四個單元 你們看一下 007 產線人員 工資之合 這個範例 請會打開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 打開之後 這個範例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部門有沒有 如果我想 抓 當然 這個地方是 產線人員工資之合 你可以改一下 叫產線人員什麼 產線人員 數量好了 也許就是你這邊 把它改一下 產線人員數量 不要 數量 數量 好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想要找一下 這個 部門裡面是產線的 那產線的話有產線1 產線2 產線3 那我要怎麼樣 去算一下說裡面到底有幾個是產線開頭的 OK 那如果假設吧 當然 第一個你想到說 用康尼福對不對 可是問題康尼福會有個問題 Range給他 這個Range 這個是部門 條件的話 如果假設 你給他的叫什麼 如果你說 老實 我知道 用產線兩個字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產線兩個字 找到的結果是 幾個呢 零個 為什麼 因為 他找 這個條件指的是整個儲存格裡面 到底 是 放什麼資料 所以你少一個資料 少一個字都不行 那你說 那 那怎麼辦 我如果把他這邊加個產線1 OK 有三個人 可能 沒錯啊 可是我產線2 產線3 可能還有產線4 一直到10 11 可能20都可能 那怎麼辦 那就不OK了 所以其實這邊有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呢 特別是這個方法 在其他只要什麼什麼一幅的函數都一樣 很簡單 你只要前面是什麼字 後面是不管什麼字的話 記得一個叫萬用字元的一個符號 就是信號 這個信號的話呢 指的就是說 那我不管開頭是什麼 反正後面這個 這個資料呢 只要是其他資料 那 就是 我要找的 所以這個信號指的是什麼 反正開頭是什麼 那後面不管是什麼 OK 那除了信號之外 其實這邊還可以用另外一個 符號 叫做問號 你會不會問號也一樣 有沒有得到結果一樣 那 問號跟信號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 信號的話呢 這不管幾個字都適用 可能他有一個字 產線1 產線2 一直到產線11 11耶 信號也OK喔 但是如果你是問號的話 那就是固定幾個字 如果你要找的是 產線1 對不對 那如果你產線一直到9 10都OK 因為它只有一個字 可是如果你是產線11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兩個問號 可是如果你兩個問號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裡面沒有11啦 所以一定也是找不到 所以呢 信號是不管幾個字 它通通找 那問號的話是有固定字數 一個問號就表示一個字的意思 好 所以這一題啦 當然你用信號跟問號 其實都 這邊其實都可以啦 所以 得到結果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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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